我認為特朗普是玩了一招棋 一個棋就是他在羞辱中國政府 而且他認為中美關係現在已經沒法溝通了 如果沒法溝通的話就把人撤走了 讓我們之間斷絕直接的大使機的溝通渠道 那麼我也在所不惜 那麼這裡邊就讓中美走到了斷交的前夜 那麼第二個就是美國選情 現在對特朗普來說是非常的被動 也非常的困難 尤其是中西部的一些選情 那麼也在出現危機 而布蘭斯特大使 他是愛荷華州 這個是關鍵州 那麼在2016年是幫特朗普總統 是贏得大選的 所以據說他回來了 還是想來站台 來幫助利用中國目前這個大的選題 在愛荷華州 那麼在中西部州 為特朗普挽回一些選情